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已经延烧一个多月的瘦肉精风暴 从美国牛肉横扫到国产猪肉 导致毛猪价格几乎是跌到谷底 而独立特派员在连续几周的美牛系列报导之后 今天要继续把镜头深入云林县卖聊 带您继续来关心有关于猪的问题 长期以来养猪业就是台湾最大的农村经济产业 而台湾人最常吃的肉类也是猪肉 所以一旦连猪肉也被瘦肉精污染 它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将比美国牛肉更加令人担心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分别从饲料的源头 到养猪场一路到拍卖市场 为您深入探讨为什么猪肉会带有 不应该出现的瘦肉精 所有的药都一样 你在用对气量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但是用多了可能就变成毒 这是全台属一属二大的肉品开卖市场 一大早运驻车就陆陆续续抵达 一进大门就要绞交口皮一证明 现在还多了一项不使用瘦肉精的切结书才能进场 这是口皮一证明单 这个大本范姐也有收口皮一证明单 然后收完以后 她每天现在都要付一张作体是 那瘦肉精无瘦肉精的证明单 全国唯一拍卖官林慧如叫号码 背上蓋着红色印记 蓝色号码的株枝 被逐一的赶进场 像审美一样的跑伸展台 有的紧张的走不了几步 当场倒地 电子看板标出重量 在高台上的肉饭如同评审 随即按钮出架 所以选过的体型就会不一样 传统市场它需要的猪 因为它是护皮 所以它就是不可以太肥 猪不可以太肥 冷冻厂商它比较的就是 有那个肉量 还有稍微有一点肥肉没关系 因为它回去屠宰的方式 会再处理 平头润足很快的一两个小时 这一批几百头猪就成交了 马上送出代载 云林是台湾养猪第一大线 每个月从肉品市场拍卖出来的 多达五万七千头 占全台湾销售量一成 猪价从过年以后就下跌 因为今年益成率很好 就是猪猪的成长非常好 所以供价格就跌了差不多十个百分点 然而在炒瘦肉精 又瘦肉精的因素 我们又下跌了十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是猪价最低的时候 到底是谁坏了台湾猪的行情 我们实地走一趟养猪场 要遗探饲料里头的秘密 各种不同阶段的猪 成长猪 小猪母猪 或者是怀孕的猪 就制造不同的营养程度 让猪去食用就对了 另外我们还会添加一些 益生素益生菌 就保健的食品 林建刚是养猪户的第三代 念到硕士 对饲料配方有独到的研究 在外面炸鸡 汉堡 薯条 可乐都乱吃了 但是我们养的猪 以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就规定照它的生长 它小猪该补充的是 优质的蛋白质 然后给它一些乳清粉 乳制品 它就会吃得好吃的 强壮吃得健康 台湾有9700多户养猪户 平均每户饲养615头 兼业级小农的比例很高 由于饲料90%靠进口 占养猪成本的八成 怎么养很重要 光饲料前 一只猪就可能要 5500至6000块了 一只猪的成本 那所以目前的猪价 这样子养猪场来 以养猪业者来说的话 是卖一只猪可能要赔一两千块 从一只猪载到可以上场拍卖的肉猪 猪的生命不到半年 除了抗生素 口提疫苗 还有各种饲料里头的添加物 好让它们快快长大长肉 以前常听说的生长激素欧罗肥 现在早就变成了四十几种 明目不同的瘦肉精 以莱克多巴恩来说 可以让120公斤的猪增加5公斤的肉 减少3公斤肥油 少吃饲料也少排便各18公斤 在拍卖场上尤其身材美妙 卖相好 平均每公斤可以多卖四到五元 这样的好康哪个猪农不心动 有问题的猪场大概是九十几场 我刚才提到我们全台湾 大概有将近一千 一万户的这个养猪场 所以大约是有百分之一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曾经发生过 我们真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因为少处的亥群芝麻 台湾有 国外一样有 欧盟是这个 等于是全世界所有国家 针对这个 所谓的这个瘦肉精 是最严格管制的一个大的地区 像是意大利 葡萄牙这些国家 就在它的这个禁令 禁令是一九九六年就生效 在禁令之后 甚至到二零零四年 都还有这些零星的 这个等于是违规使用 台湾每年消费八百五十万头猪 平均一人吃四十公斤 是国人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养猪相关产业 包括屠宰 运销 饲料 肉伤 加工 年产值超过七百亿 是总产值最高的农村经济事业 可以想见 为什么瘦肉精事件爆发 让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跳脚 麻烦是只要有用过 都可以被剪除 那血液的话 他是会过一阵子就代谢掉了 从三月中旬起 防检局派出的兽医师就严格把三关 每天全台九千七百家养猪场走透透 抽烟 剃毛送检 还有人把手拍卖市场这一关 最后到屠宰场 但是光看榆林县 掌管动物用药和疫病防治的就才二十九个兽医 得负责一百四十八万投猪和上千万只鸡 哪有能力做到滴水不漏 标示的是要很清楚 第一个是业者要他自律的很清楚 任何的业者都是以自律出来的 如果没有自律的情况之下 你是查不胜查的 所以总是有不同的商人做出了不同的事情 第一个自律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标示是要够清楚 第三个公部门的执法跟监察 猪舍四周围绕着自动降温水帘 还有音乐相伴 有研究指出 让猪肢的情绪稳定 育成率增加 肉质会变好 原因就是美国在市场 它没有缺分 它又放过去 没有在水鸡鸟 它有在线 我们台湾的豬肉 就是鸡在鸡鸟里面 还有在水鸡鸟 还有我们的配方是经常用电脑 我还是用电脑 用很精密的配器 豬肉一定很好吃 现代化水帘负压设备 以批次分磷饲养 改变一贯式的养猪生产 除此之外 品种也是关键 它常常脖子细细的 脖子细细 胖就是不好 看脖子还要长度 身体的长度 身体的长度 现在这个公猪的特色 就是那个精肉型 因为我们强调就是 不要用瘦肉精 瘦肉精就是种株的一种 最重要 如果这个公猪生产出来 这是比全家瘦肉精还要好 精肉型的株很贵 一桶十几万二十几万 如果一般的两三万 就可以买得到 这里是台湾动物科技研究所 药物化学实验室 从源头的饲料 到株汁上市前的血液分析 做药物残留检验工作 主要会针对 就是虚木厂那边送来的那个样品 我们是针对四种四大类的药物去做分析 第一个是瘦体素类 也就是现在我们俗称的瘦肉精 现在这一类的药物 目前会做我们产销 它愿意配合做这产销履历厂 基本上都是 这个比例基本上是非常的少 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的 对于莱克多巴胺 这个药物它是不是真的对人类有毒害 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所有的药都一样 你在用对剂量 可能是少量剂量的时候 它是一个药 能够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但是用多了可能就变成毒 杨志良曾说瘦肉精在台湾 已经使用超过十年了 只是我们一直没注意 小规模的剪出也没被报导出来 不止台湾 全世界都如此 如果这个添压物是合法的 或者是验证说对人类没有伤害的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不使用它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理性 或者是比较往前看的态度 来决定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 那它合法的用的剂量是多少 过去几年来 布克服人蛮多的状况情况下面 租资的售价并不是特别好 某些人的获利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很多养猪户会很急的去尝试 使用这个东西 2005年台湾全面开放猪肉进口 让成本高的本地养猪户生存更困难 于是得更努力迎合消费者口味 爱吃瘦肉不要肥肉 只要听说哪种饲料哪种药吃了好 就大家跟进 2007年2010年都陆续传出禁药事件 但查到一次罚15万 累贩最重125万 比起为瘦肉精一头可多赚300块 罚得太轻 重罚嘛 你重罚下去那些商人 他就无力可读 他就不会进口了嘛 他就不会说有侥幸的心理说 我偷卖一批有瘦肉精有猪肉 没人知道 四年前林树林生鲜氏族 投入生产履历的认证作业 我的作法就是不加 我就是有标数 我就是我们穿衣服穿名牌 吃瘦肉也要吃 那有白酒有新闻状的 你上网查下去 你这块瘦肉有那种 那种那种 那种标签 那种你喔 由电脑瘤下去就知道 叫那个火花瘤下去就知道 可以说这块瘦肉 完后味道来 把餐羽的养租户只有16户 那另外还有一些品牌租厂 那数字也不大 相对于9700户来讲 还是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非常的小 要做这些事情都是要花钱的 不管这个钱 如果是政府出 那也是那些人出的钱 对不对 如果是养租户他来出的话 那他把成本垫高 他的售价势比也会要提高 还是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一分钱一分货 专家建议消费者要有健康的心态 人工美不是美 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猪肉 多数人是很担心 比如说心脏血管性的疾病 所以他会说你少吃一些脂肪 或是说什么 对少吃脂肪是对的 但是你要说完全吃到一个瘦肉 那可能就是很大的质疑 从三聚清安 从素发剂到这个瘦肉精 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 民众要越来越清楚 我们到底要吃什么东西 才是健康的 怎么样吃才是健康的 如果这三者 我们都有很清楚的 这个角色扮演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出来